观看午安欢迎加入凤凰五间专列 我是饶商与头条聚焦 你看闭幕式了吗 2022年北京东残奥会的闭幕式 13号的晚上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都出席了闭幕式 而这一次闭幕式的主题为 在温暖中永恒 现在马上带您去回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际残奥委会主席 帕森斯出席闭幕式 伴随舞台中心出现的留声机 东残奥会六大项的运动形象显现 带领群众回顾选手们的高光时刻 各参赛代表团高举旗帜 陆续入场 在爱的感召表演环节 残疾演员们用手语 配合优雅的手臂舞蹈 传达真诚的爱 诠释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 在残疾大提琴演奏者陈梦静演奏的会歌声中 国际残奥委会会起降下 现场举行会起交接仪式 下届东残奥会将由意大利 米兰克尔蒂娜丹佩佐揭棒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致辞 赞然北京冬残奥会为未来冬残奥会苏里勒标杆 并宣布北京冬残奥会闭幕 在盲人少女用小提琴演奏雪花的旋律中 空中的大雪花烛火锯缓缓熄灭 北京2022这样的灿烂烟火 在鸟巢上空绽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看疫情 首先从内地看起 国家卫健委就公布了13号 共新增了1437例的确诊个案 当中包括了1337例的本土病例 而另外新增了无症状感染者有788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3号在吉林省调研指导防疫工作时 就表示了要加快感染者的筛查 提升检测能力 也要尽快地摸清疫情的本底 实现社会面的清零 保障群众的健康安全 还有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我们看到孙春兰实地考察了 爆发疫情的九台第一中学 还有加龙花园小区 他强调要抽掉留掉队伍支援 以解决留掉排查不彻底的问题 不折不扣地做到 应检尽检 应格尽格 应治尽治 高风险人员也必须要集中隔离 风险较低的 可居家隔离 严格管控 要分类地加强 患者的救治 普通型还有重型的患者 集中收治到定点医院 那么无症状感染者 就集中到方舱医院 对于学校 养老院 还有工厂企业等重点场所 要严格地落实 各项管控措施 防止再次的出现 聚集性的疫情 据为了要有效地做好疫情防控 全力地加强医疗救治工作 长春市也利用了 国际会展中心改造的方舱医院 近期也将正式投入使用 据吉林省疫情防控部门介绍 这一轮奥密克戎变异株 BA.2亚型 其传染力比德尔塔变异株 增加了37.5% 在支气管组织中的复制低度 是德尔塔变异株的70倍 由于这一轮疫情潜伏期长 引力性强 导致短期内确诊病例激增 目前 由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改建而成的方舱医院 已经正式交付 近期也将投入使用 据了解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 2 3 4 5号管 将作为新冠肺炎轻症 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治疗区域 公设床位1500多张 8 9号管 作为方舱隔离点 公设床位700多张 此外 长春市内多家医院 也新增床位1700多张 充分做好就职准备 凤凰卫视 十一博 陈嘉龙 长春报道 再关注深圳 今天开始要实施封闭管理了 深圳在13号是新增了 本土确诊 还有无症状感染者 共有86例 而其中有39例 在社区筛查中发现的 14号开始也就是今天 深圳全市停止一切 非必要的人员 流动和活动 全市的公交 地铁是停运的 而非城市保障型企业 停止运营 或是居家办公 全市的社区小区 还有城中村 产业园区 都要实施封闭式的管理 全市人员 非必要是不离当地 而且确定要有 特殊需要的 一律是要平有 24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 才能离开深圳 而深圳 并将在围棋一周的时间内 会展开 三轮的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目前深圳的路面情况 到底如何呢 我们的记者发回了现场报道 从3月14号开始 深圳正式按下了暂停键 疫情持续严峻 深圳官方也将防控政策加码 从13号的晚间 深圳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 是发布公告 从3月14号到20号期间 为期一周 深圳停止一切 非必要的人员流动和活动 具体而言 主要有三大的核心措施 那么第一就是除了保障城市基本运行 以及是供港物资的交通运输以外 那么全市所有的地铁公交式停运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深圳市福田区 CBD群楼的一段道路上 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话 这边一定是车水马龙 那么聚集着上班的人群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除了有一部分公务车 低市 那么以及是像一些网约车 有在运行之外呢 基本上可以很少看到其他的一些车辆 而第二个主要的核心措施 那么也就是全市所有的社区小区 城中村产业园区 全部实施封闭式管理 人员非必要不外出 那么第三也就是全体市民 非必要不离生 那么有特殊情况的 那么需要持24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 才能够进出包括像深圳机场 深圳高铁站等各大交通枢纽 而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 在保障方面 全市的超市 那么以及像农批市场 包括像药店 医疗机构和以及能够提供 外卖快递服务的餐饮企业 可以营业之外 其他所有的门店 包括营业场所 一律停业 而我们也看到深圳官方也是要求 所有全市的这个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除了有防疫任务以外 那么其他全部转为居家办公 或者就地转入社区做志愿者 那么直接向所在的社区进行报备 我们知道从2月15号开始 深圳本人疫情发现 首名病例以后 进入到三月份 每天不断的这个确诊病例 是有一定的上升 那么现在一周的时间 全城全员展开三轮的核酸检测 那么言下之意 是要用空间来换取 跟病毒赛跑的一个时间 而用我们知道 这一次的一个病毒引起呢 根据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判断 是由这个奥密克戎 BA2亚新所引起的 而这个病毒在最近 是受到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那么不仅是包括 像中国香港 日本 丹麦 以及像南非 引起了大流行 而在最近的内地疫情当中 像上海吉林的疫情 也与这一次的一个变异体有关 那么接下来 深圳的防疫的一个政策 将如何去决策落实 那么以及是如何更快的 将目前隐藏力 在社区的一个传播链 给找出来 我们也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观察 那么以上就是 丰豪卫视记者 陈瑞希宇丹 在深圳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好那么观众朋友 刚刚深圳市政府也召开了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 负责人也表示 深圳在入境人员 还有物品方面 都面临比较大的外防输入风险 而为了要防止疫情 在社区扩散 也需要进一步的严防死守 各种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给我们 驻深圳的记者陈瑞希 瑞希 晚安 你好 想宜 瑞希 在这个记者会上 还有哪一些焦点 还有另外今天是 封闭管理的第一天 民众有哪一些方面 特别要注意的 帮我们解说一下 好的 想宜 那么其实在今天呢 在今天深圳发布会上面 其实就宣布在 昨天有新增的 这个本土的阳性感染者 达到了86例 但其中有39例 都是在社会层面 塞查东方线 那么言下之意 就是现在目前 在深圳社会层面的 一个隐形传播链 还没有完全的找出 隐形的传播的风险 也是比较高的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 一个防控升级当中 那么其实呢 有主要的 几大核心的措施 那么首先就是要在 一周的时间完成 全员三轮的一个核酸检测 我看到左手边 也就是设立在福田中心区的 一个临时的核酸检测点 那么目前来到这边做检测的 主要也都是周围一些 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工作者 在今天早上的发布会上 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强 也就清晰的点名了 目前深圳的三条战线 那么第一条战线 就是要尽快阻击 深圳本轮的这次疫情 那么第二个的主要战线呢 就是在抗击疫情的期间 要继续稳定共港的一个物资 那么全力支持香港抗疫 那么第三条战线 就是在抗疫期间 要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运行 他也表示 在未来全员核酸 推进的过程当中 不排除接下来 每日确诊的数量 还会有所上升 所以他也呼吁 每一位市民 都能够遵守防疫的一些规定 定点分区分批的 去完成全员核酸的 一个检测任务 那么同时在今天会上 那么有关医疗保障 那么以及是向物资供应 交通运输方面 都有做相关的一个介绍 那么首先 目前全市是采取了 这种集中封闭的 管理的一个模式 但是各大医院的 门诊跟急诊 不会暂停 那么特别是针对 有一些慢性疾病 以及是危重症患者的 一些救治 将会专人 专门的力量 去进行一个 对症的一个救治 那么其次呢 也就是大部分的医疗人员 目前也面临着 因为全市的公共交通 有这样的一些 停摆的一个状态 所以市政府也会安排 专车的专人 去从他们点对点 从家里运送到医院 同时我们也看到 在这一次当中 很多的物资供应上面 也是非常充足的 尤其是在电商 以及是像超商 商超的一些备货量 也是平常的三到五倍 所以政府也是呼吁民众 不要盲目的去抢购 目前全市的一个物资供应 是十分充足的 相议 谢谢瑞希 我们刚刚看到了 是瑞希帮我们整理了 目前在当地呢 现在物资是充足的 不要抢购 不囤货 而深圳市封闭管理的 第一天一周内 会进行三轮的核酸强制检测 我们的前线团队 会持续带来最新的报导 一定要注意 特别自己的小心 还有安全了 我们的前线团队 另外要看到 上海方面的疫情 上海市是通报了 13号的0到24点钟 而其中两例为本土确诊个案 为之前的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而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来到了16例 无症状感染者有两例 全部都在闭环管控当中 所发现的 我们看到是上海客运站 14号开始是 全部暂停营运 而多区也展开了 封闭核酸检测 中小学全部调整为 线上教学 有多所的高校实施 准封闭管理 食堂暂停堂食 公共餐饮行业 同样也加强了防控 部分暂停堂食 物流企业则实施了 快建会全部消杀 人员全部检测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上海市新冠肺炎 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张文宏就指出 上海的精准防控 对于这一次的 奥密克戎BA2传播之际 由于发生很突然 启动完 而病毒快 目前还是处于 与病毒的并跑阶段 感到非常的吃力 但是防控的节奏不能乱 大家对于下阶段 防控的信心 也不能丢失 马上还会看到 香港方面的疫情 林郑月娥就表示了 深圳会确保 公港物资 不会受到全民检测的影响 还有物局势 泽连斯基说 乌克兰会尽力的确保 乌尔领导人举行和谈 欢迎回来看到香港疫情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14号的抗议记者会上就近期的疫情向深圳人民表达关心以及慰问 也提到了从深圳市政府方面知道了尽管在筹备还有开展全民检测以及暂停全市非必要的活动期间也一定会确保公港物资的稳定 另外由今天凌晨起开始 为了确保公港物资不受影响 我们已经是两地的政府启动了在几个口岸 就是有一个接驳点的 分别是在深圳黄江口岸 民感度的口岸 连堂口岸 和深圳湾口岸 就有一些深港 对不起 跨境货车司机的接驳点 目的当然既是确保公港的货物 也都是减低两地疫情传播的风险 林郑月娥也提到了香港已经采购到足够数量的来自墨沙东 还有辉瑞两家药厂的新冠治疗口服药 也相信将会提升治疗的效能 那么其中来自墨沙东的药物已经是全数抵港 并且正在应用当中 而来自辉瑞的首批药物 将会在14号稍后的时间 也就是今天会抵达香港 其余的批次在未来两三个月内 都会陆续到位 另外林郑月娥早前已经向中央提出请求 希望派出内地的医疗团队来港支援 在上周已经有16名的人员抵港考察 另外有一对75人的内地远港医疗团队 将会在今天抵港 他也透露未来一周 还将会再有大约300名的内地医护人员 抵港支援 对于有即将超过百名的内地医护 将会陆续的抵港支援抗疫被问到 内地与香港的医护人员 在运作模式等方面 是不是有差异如何解决 香港医管局就表示了 根据过去一周内 与内地的抵港专家的合作经验 他们认为两地的医生治疗 还有观察的方法都是十分类似 而病例记录上的语言差异 也有方法解决 比如说在 需不需要一些植物的注射 使用的药物 用的氧气 怎么样比法 需要观察一些什么维生指数 我们看到大家 基本上都是参加很多国际的数据 国际的指标 所以在治疗方面 或者观察临床景点来说 我们相信的问题都不大 因为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类似 当然在一些 比如医疗程序上 比如在病例记录 那些记录上 大家都可能不明白到 我们通常都是用英文 内地的同事 当然他们用中文会比较多 但是这方面 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到这个问题 因为比如在我们的临床系统 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些 中文输入的方法 而且双方的团队 其实两个女民的运用 都是非常之畅顺 这里我们都不愿意有什么问题 有关于香港政府这一场记者 还有哪些更多焦点 立刻连线给人 就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的记者 季思清 思清好 中文好 响宜 思清 药物到位 医护人员到位 还有哪些焦点 帮我们整理一下 好的 响宜 正如您刚刚所说 深知是13号宣布 1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 是一连七天实施 全民三次核酸检测 那除了基本确保城市的 运行的交通 以及是杠港物资的 一些货运交通之外 全市的一些公共交通 都会暂停运行 并且对于社区 会进行一个风控式的管理 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刚刚大约11点钟 也在我现在所处的 政府总部召开抗击疫情 记者会和传媒 就疫情的发展的 进行最新的一些进展交代 他就表示呢 很感谢深圳市的政府呢 是即便在当前和香港一样 同时面对着奥密克戎 变种病毒的一个疫情的威胁 但是也会全力的保障 内地供港物资能够是畅顺 也从凌晨开始呢 是就各口岸 是进行一个集中的接驳式的交接 以确保呢 将疫情的风险是降到最低 他也对深知政府呢 是表达了关心 以及是感谢也相信呢 是在中央的带领下 第五波疫情一定能够尽快的克服 而就香港本地的一些进展呢 他则表示 在特区政府的帮助下呢 香港医馆局是采购了两种的新冠口服药 其中一种呢 则是墨沙东的口服药 第二种则是辉瑞的口服药 那至于墨沙东的口服药 已经全部抵港 并且是全线的投入使用当中 那至于辉瑞药厂的一种口服药呢 第一批将会在今天稍后抵港 而其他的批次也会在未来的两到三个月 是陆续抵达香港 而他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的时候 则是表示 对于有关药物的采购价格和数量呢 目前是不方便透露 但他强调呢 是相当足够的一个数量 而且是两到三次的一个强调次数 并且也是呼吁呢 医馆局以及是临床的专家 能够广泛的将这两种口服药 是可以就病人的一个情况呢 是进行一个广泛的使用 他也表示呢 香港大学的医疗团队呢 在前两周呢 会见他的时候 则是表示当前香港有四种应对措施 那除了是新冠口服药最有效之外呢 也应该在短期内 尽快的再增加新冠病床 以及是疫苗接种率 也是进一步缩短社交距离措施 来确保呢 奥密克戎病毒能够尽快克服 那么以上就是最新的情况 先把时间将会给响应 再一次 谢谢四亲和我们前线团队 香港的政府方面呢 刚已经提到的墨沙东 还有辉瑞的药都是陆续到位 大家一定还是要继续做好积极抗议 那么连日以来 香港中联办也先后派出两支 由办领导牵头的抗议小分队 直插一线 要了解事情 我们看到这两支的抗议小分队 就围绕在方舱医院的建设 以及使用上面 抗议物资的接收发放 上水图房的副业 专家组开展工作 安劳院设长者疫苗接种和隔离救治 抗议热线电话使用等等 小分队与特区官员和有关方面密集的会商 支持特区政府履行抗议主体责任 推动中央远港抗议项目和举措落地见效 而关于中央援建香港社区隔离设施 近日已经是陆续的投入使用 而特区政府表示一定会用好这些设施 要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我们的记者王峰就在轻衣方舱医院来职集 王峰 目前轻衣方舱医院现在接近中午的时间 一日三餐的安排又是怎么样的呢 中午好 主播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个月呢 已经有四家中央援建香港的方舱隔离设施 陆续投入使用 那隔离者呢 他们的吃和住都是在隔离设施当中 到底来到了午饭时间 我们来看一看 轻衣方舱医院的午餐是怎么准备的 我现在在一个食物工作间 刚刚进入现场就闻到香气扑鼻 尽管我戴着很厚的N95口罩 依然能够闻到 在桌上摆了五个餐盒 这就是今天的菜系了 颜色看是非常的丰富 接下来一一给大家介绍 在我最左手边呢 是一个肉菜的一个套系 是齿油鸡 加上了蘑菇 青玉瓜 还有土豆配米饭 那这个呢是一个素菜 是以蛋白质 还有豆腐为主加青菜 这个餐盒呢 最主要的特点 中间是粥 不是米饭 是一些供喜欢吃流食的隔离者使用 那么另外两款呢 大家看的话 颜色是比较深一些 另外还搭配着饼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这是两个清真的套系 还是有一些咖喱味道为主 因为在轻衣方舱医院当中呢 还住着一些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用 他们的口味 他们的宗教信仰 也得到了尊重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 菜系的选择非常丰富 菜色搭配也是非常丰富 其实还有很多看不到的故事 第一点呢 就是他们的营养搭配 是由香港卫生署的这些专家 营养专家和医生推荐的 有利于这些患者的康复 同时呢 这些菜啊 对于这些患者的喉咙 不会产生刺激作用 能够让他们吃得又舒服又健康 那第二点呢 就是温度很重要 我们知道亚洲人呢 还是喜欢吃以热食为主 所以说这些食物供应商啊 在送到工作间之后 都需要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之下 现场来测量温度 必须要高于60度 才可以 那么第三点就是 如何确保把这些热乎的饭菜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送到他们所居住的隔离单位 那就有了我们现场的这些 像特遣队啊 还有工作人员啊 因为每位工作人员 对接的是40到50个隔离单位 他们会第一时间 按照大家的胃口送过去 当然大家很好奇 就说那么五款餐食 我怎么选择呢 大家不需要费心 因为你在入住这个隔离设施的时候 就已经选择了你的一些饮食偏靠 工作人员就可以根据你的饮食偏靠 提供餐食 那么另外一点 可能有一些男生 胃口比较大 能不能今天来一个双份呢 也没问题 只要说提前和工作人员说 都紧密的会满足大家需求 其实在方舱医院 虽然说是短短的一些隔离期间 依然希望大家吃得健康 住得舒心 这样的话才能够养好身体 从这样一个临时的家 健康地回到自己的家 以上就是我在轻衣方舱医院 发挥的一个现场观察 主播 再次谢谢王丰 王丰大 我们看到的是方舱医院的伙食 大家一定会吃得健康 而且要早日康复 再关注在前线的 也是帮助我们打工仔 对于港铁金钟站来讲 一定是非常的不陌生 因为在这尖峰时刻 其实市民都必须要在这月台上面 等到四五班车 你才有可能顺利上车 可是在这第五波的疫情之下 港铁的职员感染个案不断的增加 也让本来就很繁忙的 车无工作 雪上加霜 但是替铁站 还是不乏港铁的职员 忙进忙出 今天香港抗疫人物 我们要跟随我们季九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 金钟站的值班站长 沈春荣 他跟同事如何在疫情之下 坚守岗位 虽然正处于疫情期间 也并非早晚高峰 香港钢铁金钟站内 依然任由运动 直班站长沈春荣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相对僻静的角落 接受访问 由于每天都有超过200名同事 或被确诊 或要隔离 沈春荣的工作量不断加重 但更使他惦念和揪心的是 确诊的同事们 正正在我身边一起工作的 有位女同事 前一阵子就不幸确诊了 他将自己隔离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即将自己隔离在房间里面 但是他的女儿很小的 因为他每天的女儿都很黏她的 变成他确诊了 他又不敢跟女儿 再进一步的接触 只要封闭自己 然后只是每天对着视频 去看着个女儿 看着她的一个一动 跟她聊聊天 但是想讨论她都没办法 只有一门之隔 却成了最遥远的距离 沈春荣表示 身边同事的确诊 个别乘客对防疫的松懈 以及工作本身的风险 使得焦虑情绪 在不少员工心里不断发酵 但大家最终的选择 还是坚守岗位 其实作为一个前线员工 担心和忧耐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在担心忧耐之外 我们都会觉得香港铁路 作为一个市民出行的交通运输工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由我们的前辈 带我们来 我觉得我们的全城 就是一种坚守 无论任何恶劣的情况下 我都希望我和我的同事 大家都会坚守在我们的公文 为香港市民做出一些贡献 看着月台上指引乘客 上下车的工作人员沈春荣回忆到 那正是他入职港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17年前 他在月台上服务市民 如今17年后 在抗疫的艰难时期 他仍然在月台上 带领着同事 为香港市民坚守服务前线 凤凰卫视网金路相看报道 再次的谢谢所有的前线人员 再来看物资 内地公港物资继续源源的不断抵港 而根据海关的统计 3月13号的0到24点钟 我们看一下图表 内地公港的活猪来到了2914头 而蔬菜有2235顿 水果614顿 而冰鲜冷冻肉有295顿 而其中冰鲜的冷冻猪肉有53顿 水产方面237顿 而弹类有383顿 而乳制品有103顿 待会要看到的是地震 这广东的惠东县发生了4.1级的地震 在深港都有震感 还有韩美指出 朝鲜或将在本周再次发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包括来看到五间财经 在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是普遍走弱的 但是日本股市受惠于日元的汇价偏弱 在日经指数5后上涨接近了0.8% 韩国股市则下跌大约0.9% 台湾股市则下跌了0.2% 内定互生两市双双走弱 而创业版纸跌幅领前 半日下跌超过了2% 图表会显示到 户指中午市报在3266点 下跌了43点 跌幅1.3% 而半日成交暂时来到2592亿元人民币 先程指在中午市报在12246点 下跌了200点 跌幅1.61% 而半日成交3496亿元人民币 那横指方面 相当股市恒生指数低开了349点之后 持续的下滑 并失守了2万点的整数大关 内地房地产还有科技股的板块 表现疲弱 科技股的指数再跌到创立以来的最低点 而横指在创下68个月以来的新低 中午市暂时报债19771点 下跌782点 跌幅3.81% 而半日成交1061亿港元 俄罗斯方面的经济怎么看呢 因为俄罗斯现在有接近一半的 外汇储备被西方国家给冻结 只能以卢布来偿还国债 市场比较担心的是债务违约的风险 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大 而俄罗斯的央行就宣布了 在本周将会继续的暂停 股市交易这也是当地史上最长的一次停市 俄罗斯对乌克兰出兵 引发西方多个国家制裁 俄罗斯财长希鲁安诺夫 在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时透露 当局总值64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之中 有3000亿美元是无法使用的 当局同时担心 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 动用部分人民币资产也会受到限制 但希鲁安诺夫认为 中国是俄罗斯的伙伴 双方可以趁西方关闭市场的时候加强合作 希鲁安诺夫又认为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在解冻之前 使用卢布偿还到期的国债是合理的做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上表示 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 但由于全球银行业在当地的业务不多 相信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则指 俄罗斯周三便有超过1亿1000万美元的债券 立期到期 但没有使用卢布替代的选项 如果在30天的宽限期内未能解决问题 到时就会出现债务违约 而俄罗斯央行周日宣布 决定本周不会重启莫斯科交易所的交易 意味着俄罗斯股市连续第三个星期停市 创下历史上最长的停市记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无局势还是没有降温的迹象 因为俄罗斯的军方13号发射了30枚的巡航导弹 打击乌克兰西部利沃福州斯塔里奇军事训练基地 还有一处军事训练场 无方说造成了35个人的死亡 134人受伤 外国原武武器因此被损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是黑暗的一天 美国方面还有英国则警告 事件是标志着局势的重大升级 并指出任何针对北约和成员国的攻击 将会引发北约的全面回应 而在基辅近郊 俄乌两军爆发了激战 俄军加紧对基辅的包围 在基辅西北部的伊尔平 俄乌两军爆发激战 乌军坚称他们的士气仍然高涨 战火导致伊尔平市面不时浓烟滚滚 多处受到严重破坏 民众逃难后 遗弃的汽车留在被毁的大桥上 但仍有不想离开的市民选择留下 躲在地下室过日子 西方情报分析指出 俄军连日来重整军力 企图逼近并包围基辅 乌克兰士兵加紧在基辅挖掘战壕 他们配备标枪反坦克导弹 准备与俄军决议死战 俄国防部证实 俄军13号以高精度远程武器 攻击位于利沃夫州 斯塔里齐军事训练中心 和一处军事训练场 打死外国雇佣兵 并击毁一批外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利沃夫州位于乌克兰西部 俄军攻击的训练中心 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 仅25公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俄军发射了30枚巡航导弹 形容这是黑暗的一天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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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 今天今天是18天的亡� fought 跳生情地 乎刨上了国中心 年轻的冲场上是这个地方的烧焦 美国亚采荡强和亚采荡重其冲场的冲场 地下 clown正好被解冲场 冲场上在这边的秋 Clube 蒲冲场冲场的冲场和安全性和安全性 也不害了能量的冲场 而且134人 chaîne产被换了 那些冲场还在家里上 Или都国 举行联合演习计训练 俄方强调 他们会继续打击 抵达乌克兰的外国雇佣军 英国表示 俄军这次袭击 标志着局势的重大升级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指出 这是俄军近日针对乌西 打击的第三个目标 显示俄军正在扩大 他们的目标范围 在乌南部赫尔松州 数以百计民众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 抗议俄军入侵 当地目前被俄军包围 示威期间也不时听到枪声 不过乌方声称 俄军12号晚受到重创 俄方就发布视频 显示俄军出动无人机 侦察及摧毁乌克兰的火箭发射器 而在开通人道主义走廊方面 乌克兰副总理韦雷修克表示 冲突爆发至今 已经有14万民众从战区中撤走 当局在13号便分别从基辅 及东部卢干斯克撤走了数千人 只有东南部马里乌波尔仍未取得进展 政府稍后会再尝试派出车队到当地 接走被俄军围困多日的民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冲突还在持续 但是外交的努力也在积极的进行之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提到了 乌方会尽全力的要确保乌俄领导人举行和谈 另外俄乌双方同意在14号也就是今天会透过视频的方式进行第四轮的谈判 在会前双方的官员都表示预期谈判会取得进展 可能很快会达成协议草案 经过此前三轮和谈后 俄罗斯与乌克兰仍未就停火达成共识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 俄乌双方会在14号通过视频方式举行第四轮谈判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此前表示 俄乌双方一直在积极沟通 乌方提出的协议包括撤军及停火 强调乌方不会在任何原则性立场上做出让步 但他认为俄方在谈判上变得有建设性 相信未来几天的谈判可取得进展 俄媒则引述俄代表团成员斯鲁茨基称 目前已取得显著进展 双方代表团可能很快就能达成一项共同立场 为签署文件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表视频讲话表示 乌俄代表团每天都举行诗项会议 就两国领导人和谈进行协商 他强调目前的情况复杂 但乌方代表团会尽力确保和谈能够举行 早前泽连斯基提议 以色列耶鲁萨勒可以成为和谈地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同土耳其总统通电话时 也表明不介意与泽连斯基会面 此外泽连斯基再次要求北约实施禁飞区 不过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重申 不会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 他说设置禁飞区是一种战斗行为 总统拜登已经表明美军不会在乌克兰作战 因为如果美军卷入乌克兰的战斗 会导致美国与俄罗斯开战 而令俄乌战争升级成为美俄两个核武国家之间的战争 没有任何意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乌白宫则是表示 总统拜登13号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 两个人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 审视最近的外交活动 他们也强调俄罗斯要对本身的行为负责 并且重申对于乌克兰政府还有人民的支持 这是美国方面的声音 那另外乌克兰当地人怎么去看这场战事呢 乌克兰的西部利沃夫当地的军事基地 13号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当局再次的呼吁北约要尽快的设立禁飞区 而另外当地的民众也对于利沃夫的安全局势 有了更多的担忧 他们并不认为乌克兰应该为此 与俄罗斯来签订任何有损主权的和平停火协议 乌克兰官方指 位于波兰边境的亚沃洛夫斯基训练场 遭到超过30枚俄军火箭弹的攻击 俄乌战士爆发以来 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 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只有50英里 被认为相对安全 但俄军最新的军事行动 令当地人对战事前景有了更多的担心 不过当地民众表示 泽连斯基领导的乌克兰政府 不能为了尽早换回和平 就同俄罗斯草率签署协议 丢失主权领土 我认为专门和专门 是为了解和决定的决定 因为它是第一次捆的 专门当时专门当时专门当时专门 我们知道它不会结束 专门的军事 那些协议是非常大 因此他们被判断了 面对利沃夫遭遇到了俄军军事打击 当地的居民仍然表示会团结一致 乌克兰政府早前证实战事截至至今 已经有1300名乌军士兵阵亡 乌克兰外长库雷巴早前表示 愿意进行谈判实现停火 但是乌克兰方面绝对不会接受 任何所谓的最后通牒或是投降 现在乌战事业导致乌克兰的民众 大量的涌入周围的国家 而波兰也接受了大量逃离战火的乌克兰人 让边境城市产生了不小的变化 来看记者从波兰小城所发挥的报道 普瑞梅西尔是位于波兰东南部的一个小城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这个只有6万人口的小城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而战争的爆发和大量难民的涌入 已经彻底改变了这里的模样 这座有上千年历史的小城位于波兰边境 曾经是非常重要的通商口岸 如今也是连通乌克兰和波兰的枢纽 还在读研究生的马勒科 是当地国会议员的助理 他向我们讲述了这座小城的变化 但是这种状态是之前的战争 这里在梅西尔是很安静的城市 后10分钟 没有人在外面 所以人们只会讨论在家里面 所以市场睡了在夜晚 现在是什么不同的 所以有很多人在街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汽车 很多汽车 普瑞梅西尔当地政府刚刚对火车站进行了重修和扩建 因为花费了不少资金还受到了市民的质疑 但现在恰好可以更好地应对大量难民的涌入 虽然马勒科在大城市学习 但他一直都是想回到家乡从政的 但如今开始打仗了 他也有些迷茫 凤凰卫视孙谦 波兰普热梅西尔报道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昨天睡得还好吗 很多广东还有香港的朋友是被震醒了 因为广东的惠州市惠东县的海域在14号的凌晨 发生了李氏4.1级的地震 深圳 香港 还有多地都有震感 暂时是没有建筑物的损毁 以及人命伤亡报告传出 我们看到的视频是网友上载到网络的视频 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监视画面不断地摇动 出现了明显的晃动 而深圳 东莞 珠海 还有惠州等地的网友都说 这震感很明显 而有民众在地震发生的这一刻 就紧急地逃出室外 要来避险 另外在香港大雨山 东冲 以及新界泉湾的地区震感 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地震的时间发生在凌晨的2点28分 而震源深度是只有25公里 震中位于香港东北偏东 大约92公里处 香港天文台就接获超过1万名的市民 来报告表示感到轻微的震动 维持了数秒钟 差不多一个新消息是来自台湾方面 军方移架的战机在14号的上午11点25分 疑似在台东的外海实力处 坠海失势 当时机上是有一名的飞行员 跳伞逃生 而台军还有海巡署 分别派出了搜救机 以及舰艇前往搜救 后续我们会有更新报道 据据也是台湾方面 台湾的这酒驾平船 而且酿出了许多的死伤 引发了社会高度的关注 立法院在今年初也进行了修法 除了加重刑责跟罚金 也将会公布累犯者的姓名跟照片 这新法规三月底正式实施 不过在台南市政府已经是率先全台 在网络上公布三名的酒驾累犯者的照片 还有姓名 个人资料 在台湾 酒后驾车事故层出不穷 根据交通部最新资料显示 2021年因酒驾事故致死318人 是近四年来新高 立法院今年初通过修法 十年内两度酒驾者 可公布姓名 照片和违法事实 将于三月底实施 不过台南市政府领先全台 率先公布三名酒驾累犯 部分个人资料 以及犯刑 大家对于酒驾的人 尤其是累犯的人的生物痛绝 我们地方用一个行政命令 可以做的方式来做一个公布 希望能够对于酒驾的人有所警惕 新法三月底上路后 除了公布酒驾累犯个资 对于酒驾肇事致人于死者 最高处十年徒刑 得病科200万台币以下罚金 但民众还是认为 嚇阻效果有限 高雄市政府在今年一月 让酒驾饭到兵仪馆打扫 擦拭保存遗体的冷冻柜 各地方政府透过各种方式 希望能给酒驾者严厉警惕 凤凰卫视蓝镜图陈文堂台北报导 新闻最后来看到韩国韩联社的消息 韩国有多名的政府高官就透露了 韩美的军方和情报部门指出 有迹象显示 朝鲜最快将会在本周初 再次的发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消息说到了 尽管存在着天气等变数 但是朝鲜已经做好了发射准备 正在维持随时的发射态势 韩美也正在以平壤为中心 要密切地监视相关的动向 协商应对的策略 有分析说 朝鲜这一次也将采用移动式的发射车 测试导弹性能 并且会以高脚发射的方式 最大限度地提高导弹的射程 有相关人士就强调了 韩美同盟还有情报 共用体系是非常的稳固 那敦促朝鲜在当前紧张的国际群势之下 停止挑衅 重返对话 朝鲜在上月的27号 还有本月的5号 两度的进行侦查卫星发射试验 被指实为试射 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 同学感谢您的加入 祝福大家一切 身体健康平安 再会